一招被蛇咬十年怕惊 当时心里边挺害怕的 因为毕竟五股蛇是剧毒蛇 明知山有虎 天象五山 这怎么回事啊 被咬了被蛇咬的 年轻人的世界没有什么不可以 看90后小伙如何创造百万财富 精彩内容尽在今天的身材有道 继续穿过的年纪 曾总是为你 生财有道之父 从这里起步大家好 我是依然 我现在是在河北省张家口市的万全县 在这个来的路上 编导临时通知我说 今天我们要拍的这种动物呢 它是一种爬行动物 而且呢 它平常会发出丝丝的声音 一旦被它咬中啊 这有可能是致命的 等等 咬住 致命 好家伙 这是什么东西 难道是 哎呀 咱们记者为了节目 也是难听的呀 我们今天要拍的可能是蛇 不过这主人公在哪呢 您是带着蛇来的 对 这个 这么一看 乍一看确实有点吓人 您这是什么蛇呀 这叫大王蛇 大王蛇 这蛇是有毒的吗 没毒 没有毒 对 它会咬人吗 会咬 会咬人啊 对对对 那你不怕它被咬着吗 没事 您想感受一下 我行吗 行行行 捏着脖子 没事 捏着脖子 对对对 你告诉我 捏哪 捏着 它会动 我感觉 没事 这个 这个 先拿一下 你看 我感觉我又自我超越了 给官方看一下 大王蛇 对了 忘了介绍了 这就我们今天的主人公 方潇潇 张家口横幅泰特种养殖场负责人 从事养蛇六年 看得出来 虽然拿的是无毒蛇 但是依然这叫一个害怕呀 话都有点说不利索了 这不 为了消除咱们记者的顾虑 主人公特意给他准备了一条 没有毒性的小蛇 一会儿时间 咱们的记者还在镜头前耍起了宝 呀 你看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可以让他自如的在我身上游走 看着主人公如数家珍 您一定想不到 眼前这个身材微胖的小伙 还是个90后 而且 他每年光是养蛇卖蛇 就能挣上百万元 为了向大家展现自己的实力 方潇潇邀请记者去他的蛇房看一下 据说那里盘踞着十几种蛇 而且有传说中要命的毒蛇 还没进去 已经写了六个大字 贤人免禁 危险 这个 我这里边也挺黑的 也看不太清楚 我现在 整个人感觉就是 有点怕 真的要不你再想 你领着我一块进去吧 什么叫恐怖 看不到的恐怖 还是真恐怖 你里头没个灯吗 这蛇都会从我脚底下穿过去吧 方潇潇 你还是不要制造恐怖气氛了 赶紧把灯打开吧 这个蛇房就是这样了是吗 蛇就不是在外边跑是吧 都是养在这个小房子里 这里边没有毒蛇吧 有 有毒蛇 对 那赶紧给我们边旁边看一下 这个毒 哇 哇 这个蛇是什么 是什么蛇呀 眼睛蛇 我觉得它攻击性好强啊 对对对 它这个是剧毒蛇 剧毒啊 对对对 那 那它 不会喷什么毒液什么的吧 会喷 但是它这个小没事的 哦 对 那个 你敢拿出来吗 可以 啊 啊 啊 它 它为什么叫眼镜蛇呀 因为它那个受到威胁 或者是感觉到害怕的时候 它这个颈部会扩张 然后形成一个眼镜形状 后边有一个眼镜的这个图案 哦 所以叫眼镜蛇 您刚才看到的具有很强攻击性的蛇 就是周山眼镜蛇 是我国特有的蛇种 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南地区 周山眼镜蛇属于巨毒蛇 它们每次攻击所喷出的毒液里 含有神经毒素 会破坏人的神经系统 如果毒液随血液流进心脏 那它就真的一命呜呼了 就在方潇潇摆露蛇的时候 记者惊讶地发现 它的手流血了 啊 这怎么回事啊 被咬了被蛇咬的 被咬了还能这么淡定 小伙也太厉害了吧 都说养蛇人不怕蛇 难道是产生了什么抗体不成 嗨 原来是咱们的记者紧张过度 还沉浸在眼镜蛇的余威当中 把无毒的大王蛇 看成了眼镜蛇 也难怪方潇潇如此淡定了 不过2009年5月的一天 养蛇事业刚刚起步的方潇潇 却经历了人生中 最不淡定的一次意外 有一次被捂不蛇的时候 当时大爷没抓住它 然后让它一不小心咬 咬到腿了 什么蛇 哦 五不蛇 什么 五不蛇 这可是毒蛇中的毒蛇 民间有这样一种说法 在被五不蛇咬伤之后 五不之内人必中毒而倒 中者之灭 所以五不蛇也叫五不倒 天哪 这一次可是碰上大危险了 因为五不蛇 蛇毒是血龙性毒液 当时心里边挺害怕的 因为毕竟五不蛇是剧毒蛇 当时心里边特别害怕 但是害怕的话 也不能说是太紧张 此时的方潇潇 一方面疼痛难忍 另一方面又不敢过于紧张 因为一紧张 心跳就会加快 加速血液循环 毒液会顺着流入心脏 而后人就会失去知觉 于是 他急忙让人拿来 事先已经准备好的抗毒血清 在自己的伤口周围 打了九针 还是保命要紧呢 打了血清以后 在家里边 啥也不敢在床上 就是睡觉啊 天天 因为他疼啊 天天他要疼 所以说在家里边 啥也不敢在床上躺了几点几夜 听了方潇潇的经历 您是不是对养蛇这个行当 有点忽然起敬的感觉 毕竟他们都是用生命在工作啊 这弄不好啊 连命都搭上了 可为什么这么危险的行当 方潇潇需要参与进来呢 利益 当然是丰厚的利益汇报 咱们一年通过养蛇 大概能挣多少钱啊 一年可以挣到三百多万 三百多万 那是养多少蛇呀 那个养两万多条吧 两万多条 也就是说每一条蛇的利润 可以达到上百块钱 对对对 那它那个成本高吗 那个成本不高 从蛇蛋孵化到 涨到成蛇三斤左右 连人工贷加那个电费 这些全算下来是八十块钱 单单是养蛇卖蛇 方潇潇一年就能有三百万元的利润 这个收入在同龄人当中 绝对算得上是佼佼者了 那么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又是如何发现商机的 那还要从六年前说起了 2008年 中专毕业的方潇潇 早早便踏上了社会 做过搬运工 酒店服务员 可是没过多久 他便厌倦了这些 枯燥毛衣的工作 他觉得应该有一份 属于自己的事业 而平日在医药公司 做采购员的爸爸 也希望儿子能回来帮自己的忙 就这样 父子俩的想法不谋而合 两人经常去药材市场 采购中草药 无意间 竟然让他发现了商机 去暗国市场考察 然后就是很多人 发现很多人买那个蛇干 然后蛇干价格也很高 然后就觉得 这一块也许有那个发展的前途 蛇干 您也许没听说过 它可是一味中药 而且是一味名贵的中药材 绝对是药材市场上的强收获 蛇干的药用价值 早在本草钢木中就有记载 可治疗风湿性关节痛 中风 口眼歪斜 半身不随等顽固性疾病 而近年来 蛇干的价格 更是随着需求的增多 水涨船高 就是说这些蛇干是 前年 就是前年的时候是200多块钱 然后 就是那年我和我爸去的时候 2008年去的时候 是400多块钱 一下子翻了一倍 一两年的时间 蛇干的价格就能翻翻 看到如此高的利润空间 方萧萧心动了 我就说和我爸说是 要不咱也养点蛇看看 听了儿子的一番话 老方也觉得这个主意可行 他非常支持自己儿子的想法 决定花重金 让儿子着手养蛇 和老方的亲戚朋友得知了这个消息 可是炸开了锅 人家南方 养蛇 北方 我们扎两口就还没听说过 所以说我们劝他 别盲目的投资 当时我们就不太支持他 也不看好这个项目 因为养殖吧 比较这个风险大 尽管这个行业的前景很好 可是南蛇北洋 无疑存在很大的风险 众所周知 蛇它是冷血动物 一般都生长在热带地区 它们对温度的要求非常苛刻 一般是不能低于20摄氏度 而这张家口的冬天 可以达到零度啊 可是父亲不能不支持儿子的视野 毕竟萧萧是自己的独子 想创业这份心实属难得 于是老方几经考虑 同意了儿子的设想 花了十几万建起了蛇房 并且在蛇房里装上了暖气 帮助蛇跃冬 2008年的冬天 父子俩踏上了去广州的列车 我买的种蛇 七八百块钱 一千块钱一条 大概是买了130条左右吧 花了有二十多万 之所以买种蛇 方潇潇心里也在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 种蛇虽然价格高 但是品种优良 来年一条蛇下一窝蛇蛋 它的养殖规模 短时间内就能扩大几十倍 一买就是二十万元 这么大的投入 是不是有些操之过急了呀 可是以方潇潇当时的心气 她觉得这养蛇没什么难的 肯定能成功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 这蛇养了没几天 方潇潇发现 它们好像有些不太对劲 2008年的有一天下午 然后我就是按平常去蛇庞里边要观察 然后就发现一些蛇 它盘子不动 然后死气沉沉的 然后我也没管 当时就觉得好像是感冒了啥子 经过了长途跋涉 方潇潇进的这批种蛇 还真是有点水土不服 别说是蛇 就是人换了环境 也可能有个头疼脑热的 毫无养蛇经验的方潇潇 开始也没当回事 以为过两天就好了 谁承想没过几天 蛇陆续开始有死亡的现象 开始只是几只 后来每天都死十几只 再度抢救 非得全军覆没不可 然后当时心里就特别着急 然后糊涂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下方潇潇坐不住了 再这么下去 蛇飞死光了不行 于是他打电话给南方的蛇友 询问病因 人家没实地观察 一时判断不出来是什么病 也不敢妄下结论 让方潇潇给蛇打点青梅素试试看 几针下去 不但丝毫不见效 这蛇死的是越来越多 这时候的方潇潇 真是如热锅上的蚂蚁 真急了 左思又想 还是把情况如实反映给 在外出差的父亲吧 毕竟父亲也是搞药材生意的 见多识广 当老方得知这一消息 赶紧赶回了张家寇 蛇就会出的问题就是肺炎 蛇还能得肺炎 方潇潇可是头一回听说 父亲责怪方潇潇没有及时汇报情况 还指责他为什么没有好好学习养蛇知识 方潇潇百口莫辩 不过眼下最棘手的还是想办法医好这些手 不然之前的投资就全部打了水漂 姜还是老的辣 见多识广的方爸爸想出了点子 究竟是什么点子呢 把治疗人的一些那个肺病的一些 中央材试着在蛇的身上用一下 那会儿就觉得反正也是个死 要不试试吧 和那个肉熬在一块 然后灌味他 还别说 方爸爸的中药疗法还真是起了效果 慢慢的蛇有了生气 也开始蠕动了 经过了父子俩的全力救治 蛇总算保住了七八十条 事后父子俩开始找原因 原来问题出在蛇房的设施上 一来最早的时候 方潇潇采用的是香养 十几条蛇混养在一个蛇箱子中 养殖密度过大 交叉感染 二来蛇房不恒温 干燥 空气中灰尘较多 金贵的肿蛇自然容易生病 为此 父子俩可是给蛇房 好好地改造了一番 小小我觉得 才进你蛇房一会儿 我也觉得浑身出汗 我觉得有点热 现在蛇外温度其实才十几度 你这边为什么会这么热呢 您看这边 因为我们 这儿有暖气是吗 对对对 因为这个冬天要用的嘛 加温 冬天要给它加温 对对对 为什么要给它加温呀 因为一年四季加温养殖的话 就让它长得特别快 这暖气应该还没开呢吧 我说是热不热 是凉的 那怎么会这么热呢 您看这边 因为我们有空调 这还有这么大一个空调呢 还是立式的 现在温度是 室内温度达到了25度 对 那你是一年四季 长年 这个屋子都要保持这样的一个温度 对对对 除了让蛇房保持恒温 方潇潇还安装了排风扇 让空气流通 并且每天在蛇房洒水 来控制湿度 这环境好了 蛇自然就不容易生病了 据说当年改造蛇房 又花去了几万元钱 这老方可真舍得给儿子投资啊 可是方潇潇此时的压力是巨大的 养蛇的前前后后 已经花了不少钱 这可都是爸爸的养老本啊 万一再赔钱 他该如何和父亲交代呢 但父亲却一如既往的支持儿子 打消了他的故事 高养子不是那么一番纷纷的 我给你打气吧 我打气我都没事 死了以后 赔了咱们继续 咱们继续干 再继续批 咱们支持也 于是在老爸的支持下 方潇潇又开始踏上了 南下的寻蛇之路 这次他吸取了上次的经验教训 改变了思路 决定先进一批蛇蛋 自己孵化 原本以为孵化蛇蛋 将对种蛇养殖风险大大的功效 可是这蛋迟迟也孵化不出来 方潇潇急了 折腾了一年 花了家里这么多钱 如果再弄不出成果 这养蛇的行当 怕是要干不下去了呀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惊 当时心里边挺害怕的 因为毕竟五步蛇是剧毒蛇 明知山有苦 天下五山 啊 这怎么回事啊 被咬了 被咬了 被蛇咬的 年轻人的世界 没有什么不可以 看90后小伙 如何创造百万财富 精彩内容 尽在今天的生才有道 年轻人做事 总会有些另辟蹊径的地方 可是 方潇潇却遇到了断头路 羊肿蛇失败 扶蛇蛋也屡屡受挫 这到底是怎么了呢 那些蛇蛋都发霉了 近一半的蛇蛋都 发霉变质 然后没敷出来 什么 蛇蛋都发霉了 原以为可以通过 养蛇发家致富的方向潇 再一次经历了沉痛的疫情 怎么别人养蛇挣钱 他养起来 就是这么的不易呢 他又是电话咨询 又是上网查资料 就是为了搞清楚 这原因究竟出在哪 原来问题竟出在一个小细节上 书上边它写了70% 但是咱不知道70%是啥意思 知道是那个70% 但是湿度的话 你因为是拿沙子孵化了 你不知道其实到底是 是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然后就是说 天天往上面沙水嘛 沙多了 沙多了以后那个发霉了 其实在蛇蛋的孵化过程中 控制好温度和湿度是提高孵化率的两大法宝 蛇卵的孵化温度以20到30摄氏度较为适宜 相对湿度在60%到80%之间 湿度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影响孵化率 这次方萧萧花7万人前进的蛇蛋 孵化率只有50%左右 虽然账面上方萧萧又损失了不少钱 可是还是孵化出了几百条小蛇苗 等蛇长大了 它就能见到回头前了 想到这里 方萧萧的信心又没难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0年 在方萧萧的精心呵护下 这一批仅存的蛇苗长大了 可是它却不急于销售 那么它又要干什么呢 该到那个交配的季节了 然后我又从江西那边进了一批蛇蛋 原来方萧萧这是在给蛇相亲 由于近亲的蛇在一起 无法产下受精蛋 也就是俗话说的白蛋 没有血缘关系的蛇 通过交配产下的蛋 才可以成功孵化成小蛇 那么蛇又是如何交配产蛋的呢 这个蛇我一直都有一个特别好奇的 就是这个蛇怎么能看它是公母 这个特别简单 然后你找到它这个高门柱 然后用手 这样用力一挤的话 这个是母的是公的 公的因为刚才它出来那个半音筋 你看这个它是两个半音筋 出来的是那个公的 不出的话就是母的 那他们交配的时候都在什么季节怎么交配啊 它这个交配的时候是春天发情期是四到五月份 四到五月份 它这个交配的时候就是两个排泄的地方 然后交叉在一块 母蛇一般的产蛋的那个是一次性能产多少蛋呀 它那个一年产一次交配完以后过一个月就产蛋的话是18克到30克左右 2010年8月 方潇潇养的蛇到了上市销售的时节 他把蛇宰杀之后做成了蛇干进行销售 虽然方潇潇的父亲常年在外跑药材市场 结识了一些药材批发商 可毕竟之前没有合作过 谁都不敢大批量的采购 经常是看的人多买的人少 刚开始的话找一些厂商问他要那个蛇干部 他们也是信不过你 因为本身北方这边养蛇的就非常少 一公斤啊十公斤啊这样 这样订货 当年几公斤的订单可不在少数 加上物流的费用都是赔钱的买卖 经过了几单赔本赚吆喝的生意 方潇潇的订单渐渐多了起来 由于蛇干的质量上乘价格低 他的各类蛇干很多还没上市 就被一些客户提前预定了 记者采访的期间还陆续有人来订购 您是中间商是吗 是中间商 那您下一步的目标购物是什么 您都在交给谁啊 我们到南国就在封庄交给各大医院的商场 那这个蛇干现在的价钱怎么样 在那边 现在的价钱也不错 现在是一公斤就五六百块钱 市场需求大吗 现在是供应求 有了客源 方潇潇养蛇的劲头越来越大 现在他养蛇的种类也在逐步增加 以前主要养无烧蛇 大王蛇这些无毒蛇为主 但是毒蛇的价格水涨船高 他又增加了周山眼镜蛇 五步蛇的毒蛇 这才有了前面被毒蛇咬伤那惊险的一路 毒蛇除了可以制成蛇干卖钱 还能制成蛇酒 方潇潇认为啊 蛇体内的精华可全都在酒里了 这蛇酒对身体可大有好处 这波方潇潇非要请记者喝一杯呢 挺恐怖的 这蛇是活着放进去的还是死了以后放进去 不是 这个是那个提前杀了以后消贩毒 然后泡在那个蛇酒 那个味还挺香的 对 那我做你尝尝 行 我来点吧 现在都来这了 你说不尝尝 估计以后也没机会了 有点辣 对 这个酒 就和白酒比好像有点那个香味 你别说喝下去之后 慢慢的就感觉整个的这块通畅了 对 就特别清凉 特别清爽 那你这个酒怎么卖的呀 这个是一斤二百四 一斤二百四十块钱 那比普通的白酒还贵多了呢 除了卖蛇干 泡蛇酒 方潇潇也在努力将蛇推向北方的餐桌文化 目前已经接到了一些酒店的订单 但是想要让北方人习惯食用蛇肉 可能还需要一个长久的过程 她的愿望是能养出品质更高的蛇 成为北方最年轻的蛇王 同时 她也希望把自己这些年来养蛇的经验 无偿的传授给热爱这项事业的朋友们 南蛇北洋在我看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在这之前几乎没有人成功过 但是经过几年的摸索和无数次的失败经历 方潇潇和他的父亲成功了 他们的经历让我看到了一个90后小伙身上的那份勇敢 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精神 同时也深深地让我感受到了 一位父亲对儿子纳玛还深情满满的爱 未来祝福他们的养蛇事业能够越做越红火 好了 还是那句老话 养蛇有风险 投资去谨慎 我是一家 小伙子 再见 只因为三公里土入 他先后为家乡投入了两亿眼 我眼前全部就被内水打湿了 上车的时候告诉父亲 我一定要做点事情 老朋友被肿公羊顶了个跟头 却促成了一个延续了上千场的免费培训 它关键反映出 大家在平时养殖过程中的技术缺乏 从牛羊病举到专一养羊 他如何用数年的时间 做成了肉羊产业的领居人物 进去收看明天的身材诱到